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 客家文物館 在熱鬧的氣氛當中 重新開幕 特別邀請到許多社區團體 一同共襄盛舉 提名喔 請請各位歌出來 第二次挑酒歌 請各位鄉親祝賞鼓勵 謝謝 各位鄉親大家 這首歌 탁方有感的 清單ником pasti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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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年來美女 美女 才吃了嗎 來給我 Zither Harp 根据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统计 高雄的客家人口约占高雄市总人口的17% 高雄市客家文物馆14年前率先各个县市落成启用 新客家文化园区也是全台湾首座都会型的客家文化园区 显示市府对客家文化的重视 高雄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城市 尊重各族群文化 鼓励学习母语 目前就有两万多名国小及幼稚园学童在学校学习客家母语 高雄市客家文化园区 高雄市客家文化园区 自民国87年落成启用之后 以静态展览方式开放民众参观 太和园区新建工程完工 去年起投入1900万元 由专业客家文化及建筑团队重新规划装修 文物馆中做长设展的主题馆占顶约230平 展示内容包括农耕家具 居家日常用品以及民间利素用品等文物 館内最大型的木制展出品是客家人的八角棉床 又称为嘎子丛 是一般名家常见的床铺 多功能的设计满足人们旧情时的需要 是客家人智慧的捷径 床铺铺 已随准备 床铺铺 通常富有的人家会选用高级的块木来制作 当作是子女嫁取用的嫁妆和聘礼 因此床座并不单纯只有睡眠的功能 更有凸显社会经济地位的象征仪 客家早期的戏是三角彩茶戏 唱的是客家山歌 后来受到京剧及歌载戏的影响 而有客家大戏 戏服及身段就和歌载戏雷同 新的文物馆空间 结合多媒体互动导览设施 及随选软体介绍 更新增了不少儿童互动游戏 介绍客家服务室和特色美食 让民众和小朋友更加清津客家文化 期盼借由客家文物馆的场地 年怀先进先贤 产阳客家人勤劳务实的美德 呈现其后既往开来 与各族群互助互勉 为高雄市的繁荣发展 共捧努力 愿者赞 自己宽华华市的繁荣发展 感谢观看